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 我是慧民 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 10万大军目标达成 普京再允许重罪犯上战场 坐上去就不想下来 别克广告肉画被封杀 网上直呼太恐怖了 全新疆多社区通知处备三个月物资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美劝扎连斯基不要坚持普京下台 盟友出现乌克兰疲劳 华盛顿邮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 拜登政府私下鼓励扎连斯基 和其他领导人释出不反对 和俄罗斯谈判的信息 并放弃支持所持有的 除非普京下台 否则不会参与和谈的公开立场 这些知情人士说 美国官员的要求 并非只在逼乌克兰上谈判却 而是企图确保其他国家 继续支持基库政府 这些国家面对担忧这场战争 可能打好几年 而不愿意长期资助乌克兰的选民 这显示拜登政府对乌克兰的立场复杂 美国官员公开承诺 无论战争打多久 都会以巨额援助支持乌克兰到底 但私下有希望找到结束战争的解决方案 这场战争已经对全球经济 造成惩罚性损失 并引起核战的忧虑 即使到目前为止 美国官员认同乌克兰官员的看法 研判普京没有认真想和谈 但美国官员承认 扎连斯基拒绝和普京谈判的态度 已经在欧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部分地区引起忧虑 这些地区对战争造成的糧食和燃料短缺感受最深 一名美国官员说 我们的一些伙伴确实出现乌克兰疲劳 在美国 民调显示共和党人对于持续以目前的规模 均援乌克兰的支持度降低 意味着在其中选举后 白宫如果继续以冷战以来的最高年度军援金额支持乌克兰 可能会遇到国会抗拒 兵家必争之地 三位总统齐聚奔舟 美国将在8日举行部分国会议员和州长改选 该次选举被视为是拜登的执政期其中考试 选前的超级星期六 民主党籍的拜登 前总统奥巴马和共和党籍前总统川普 都在当地时间5号 同时在宾州为党籍候选人造势 总统拜登和前总统奥巴马 在费城为民主党参议员 州长候选人夏皮洛同台造势 并攻击痛批共和党候选人正在威胁美国的民主基石 川普也在同日为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奥资 州长候选人马斯特里亚洛 在宾州的特拉罗布造势 批评民主党无法解决犯罪 移民通胀等问题 据美国民调分析538网站 共和党又高达八成机率拿下众议员多数 参议员由哪个拿下多数目前仍未知数 其中以宾州选程序交着 成为决定参议多数的关键 因此也成为两党兵家必争之地 这次其中选举结果 亦是2024美国总统大选前哨战 目前除了拜登有业竞选年任外 川普亦极有可能再次参选总统 三位总统同日同地点进行造势 较量的意味非常明显 华盛顿一间智库通过分析商业卫星照片后说 一列火车礼拜五从朝鲜境内越过边界进入俄罗斯 隶属华盛顿至富士丁生中心的 三百线以北项目说 这次是好几年来首次有朝鲜火车越过边境进入俄罗斯 不过俄罗斯联邦受医和职务卫生监督局 礼拜三发公告说 一列运马的火车从俄罗斯驶向朝鲜 三百线以北项目的主要业务就是专门观察 研究和分析朝鲜事务和动态 只是在两天前 美国政府先公开指责平让秘密向莫斯科提供用于 沃克兰战场的炮弹 路透社在5号引述三百线以北报告说 从照片上是不可能确认火车越境的目的 但这个发生在朝鲜被控向俄罗斯出售武器 与外界对两国贸易恢复的预期之制 卫星照片显示 当地时间周五上午10点24分 一列由三节密封车厢组成的火车 明显停靠在边界的朝鲜一周 但到了下午1点10分 这列火车已经进入俄罗斯境内 距离朝俄友宜大桥大约200米远 被火车头拉住的这三列车厢被看到停靠在距离 朝俄边界约2公里的俄罗斯哈桑火车站铁轨上 而同它并排的另一条铁轨上却停靠着三个较小的货运车厢 三百线以北报告说 是否正是搬运什么货物还未能确定 这个周五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 一列火车从朝鲜穿过桃门江进入俄罗斯东南部 很多西方情报分析员说 这列火车正是为俄罗斯军方运送包括炮弹在内的军事援助 白宫在礼拜三说 华盛顿掌握的信息显示 朝鲜正是秘密向俄罗斯提供相当大数量 用于乌克兰战场的炮弹 而为了隐藏运输的行中 还专门扰到中东和北非国家 另外路透社报道说 俄罗斯联邦首伊和职务卫生监督局说 俄罗斯同朝鲜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首次恢复铁路运输 而俄罗斯首列进入朝鲜的火车 运载30匹灰色的纯组奥尔洛夫快步马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以中意骑马著稱 朝鲜媒体在2019年曾发布 金正恩在雪山上骑白马的图片 路透社引述俄罗斯海关的数据报道说 平壤过去几年曾耗资成千上万美元 从俄罗斯进口纯组马 今年8月朝鲜官媒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写给金正恩的一封信中说 莫斯科和平壤表示要扩大双边关系 俄30万大军目标达成 普京再允许重罪犯上战场 乌克兰战争开打至今已超过8个月 普京在发布局暴动员令后 近日再次签署法令 允许犯有谋杀、抢劫、盗舌、贩毒等重罪的公民参军 在罪犯获准入伍后 外媒预计将有成千上万被判 缓刑或之前被禁止服刑的犯人被释放 据CNN报道 普京最近签署新法案 允许曾犯下重罪的公民接受动员 受国家征召入伍 这条新法适用于被有条件定罪或是在殖民地被释放的犯人 因为他们原本须在当局监督下留在居住地8-10年 并将守各种限制禁止离开 报道说新法通过后 预计将有数以千计被判缓刑或之前被禁止服刑的犯人被解禁 不过那些因性弱未成年人叛国挟持飞机 企图暗杀政府官员 非法处理核材料和放射性物质 参与间谍活动或恐怖主义的人士 则被排除在外 事实上 普京曾在5日声称 俄方9月实施局部动员令 已从国内人口动员31万8千名普通男性参战 超过国防部原先设下的初始目标 又鉴于此 俄罗斯国防部本周宣布 将暂停所有局部动员活动 但普京颁布的局部动员令 将等到总统签署正式命令后才结束 在之前 普京仍可持续招募军人入误 坐上去就不想下来 别克广告肉画被封杀 美国通用汽车旗下别克近日在中国发布一款新车 宣传自家车的椅非常舒服 一把坐上去就不想下来的椅 被指是影射习近平坐上龙椅不射任 这个广告已经被中国全网封杀下架 还传出代理商11月5日到10日 在上海进出口博览会的宣传活动全被取消 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是中共二十大后首场大型国际展会 今个月4日晚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开幕 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像致辞 传出可能在明年接任国务院总理的新任 中共政治局常委李强亦出席开幕仪式 还宣传在新精情上 中国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结果就传出美国汽车厢因一执椅子广告 导致他进博会宣传活动被封杀 根据网民在推特铺出的信息指 别克2号在中国发布一款新车 并在他的公众号宣传自家车的椅非常舒适 写着说到早计时一日 要你入籍这一把坐上去就不想下来的椅子 没想到别克的椅子广告成了敏感词 而此是暗示习近平破例连任独栏大拳 坐上龙椅就不想下来 目前别克公众号已设下该侧广告 中国代理商在进博会的宣传活动亦惨被取消 太恐怖了 全新疆多个社区通知储备三个月物资 中共当局不理民间死活 继续坚持动态清零 以封控三个月的新疆 有传出多个社区通知住户储存三个月物资 在5号网上传出新疆压克蘇地区多个社区居民群组截图 显示社区暂时开放居民外出救物 又催促居民购买处备三个月以上物资 包括米、面、铜油等等 还有社区要求处备口罩和应急药物等等 当地有社区通知说新疆疫情仍然严峻 随时面临冬季疫情反扑和进出新疆车辆受限等情况 社区正是千方百计协调冬季物资储备工作 以至于有人病倒 另有来自乌鲁木齐天山区社区通知 也要求居民准备三个月物资 还有社区人员说 自驾出新疆的居民 将至少三五个月无法返回 消息传到网上一些网民估计 可能新疆在准备最少要封到中国新年 直呼太恐怖了 还有推特网民周凤说 这个到底是压力实验还是准备打仗 在之前网上有不明来源留言说 防疫可能会放松 中共党媒还在4日提前一日预告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记者会 将说明所谓科学精准防疫政策 中国股市一度上扬 有网民怀疑幕后有人操控股市割韭菜 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期视频